好,我們準備了兩攤板子,來測試我們的程式 目前設定的是測試的是UNO的板子 按下我們的連線程式,選擇USB確定 好,這樣就已經連上了 啟動我們的Squatch 2程式 那我們這一版的系統會把它改成 當你啟動Squatch 2的程式,我們就會有 這些設備可以用,你看到這已經連線成功 目前這是UNO的板子,已經可以確定可以連線成功 那我們把它連線程式斷掉 好,這裡它就呈現我們目前是失聯狀態 失聯狀態 那我們接下來測試MOTO DUNO 我們把它換過來,接上MOTO DUNO 好,還是沒有連線,因為我們還沒有自行連線程式 之前我們連線程式,選擇USB設備 你看這樣就連線成功了 也就是說,我們新的系統在不管是UNO的板子 或者是非UNO的板子,我們都可以順利連線成功 好,可以順利連線成功 那我們接下來測試藍牙 好,接下來測試藍牙 我們把線拉下來 接到隔壁台電腦 好,接上我們的藍牙模組 接上S4A的板子 來,接上我們的藍牙模組 我們電腦,插上藍牙 執行我們的藍牙連線程式 搜尋我們目前現在擁有的裝置 好,現在藍牙是屬於沒有連線狀態 它在少,並沒有連線 好,這裡找到一個設備 按右鍵設定 使用自訂密碼 好,預設是1234 我們有調它 好,連線 好,已經連線成功 那接下來 我們再來執行我們的連線程式 這時候我們選擇什麼 藍牙 確定 好,這時候你看到已經連上來了 回到我們這邊 看到它是不是連上S4 我們做個簡單的 程式讓燈亮 10號併角 11號併角 把它設為 10號 11號 一個高電位 一個低電位 這樣我們的燈就會閃 好,間隔一秒 不斷的讓它去做 好,這樣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兩顆LED燈 就會執行的時候 就會一起亮 或者是一起滅 所以我們這樣子就可以把 不管是UNO的板子 或者是非UNO的板子 我們都可以在我們系統上 正常的連線 正常的運作 骨子 海苔 各地的 absent 封密 海苔 這些 往後 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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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遊 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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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苔